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两款其实我平时是在搭配使用的 因为我实际用过之后呢 因为它们的质地包括它里边的一些成分会不一样 所以我是比较倾向于把它们两个搭配使用 后面我先说一下就是曼秀雷顿这个牌子 其实曼秀雷顿这个牌子呢 我觉得大家都不陌生 应该都是蛮熟的 所以我也不想讲的太多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我感觉吧 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品牌 就是它的东西你用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确实是蛮好用的 但是价格也不贵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所以我是蛮推荐这一个系列的防晒给大家的 好 我来先说一下这一款就是 这一款水泊清爽防晒润 它的防晒值是这个SPF30PA两个加 然后它的防晒呢 防晒的这个指数相对来讲是属于 我觉得是在日常用的过程中是比较OK的 因为你平常就是 因为像这两个防晒嘛 我一般都会把它放在日常用 就是日常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如说你平常上课啊 学生上课 然后或者是你是白领 然后坐在办公室 然后夏天我都会用这一种 大概30左右的这样一个防晒值 然后如果说是我要 比如说我出去逛街 今天我去逛街或者我去露营 或者我去旅行或者去海边 那我会选择更高的防晒 像比如说40到50的这样的防晒 像平常呢 这个防晒的指数就是完全足够了 然后这一款防晒呢 就是因为它里边有添加这个透明质酸 所以它的保湿度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所以它用在脸上我觉得很舒服 你不会觉得它油 但是你觉得你涂完它之后 就好像有点像涂一种 涂了一种补水的这种隔离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我的那个 造成里有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用这一款 然后你只要搭配一款 稍微修饰肤色的隔离 再加上一个散粉 就是可以做一个非常轻薄的夏日的一个底妆 所以这款我觉得还是蛮推荐大家的 而且它有一个三重防晒组合的这样一个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 它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 所以就是说它的防晒的时间会比一般的要长 就打个比方讲 比如说同样防晒值的一个防晒 可能有一些防晒可能三个小时之后 它的那个防晒效果就会衰减掉了 然后这款可能就会达到五个小时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觉得这款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等一下我还会给大家在手上试一下效果 那么这一款防晒呢 我一般是用在脸上的 虽然说它是 就是说它说的是全身啊 面部都可以用 但是一般来说 我是用在脸上比较多 然后我再顺便说一下这款 这个防晒值要稍微低一点 它是SPF25的一个防晒值 它也是就是新币的一个系列 然后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系列 然后刚刚这一款 它是防晒值要略高一点 然后它的质地要 我感觉更润一点 然后这一款呢 它就是它的质地看上去会更加稀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一般来说的话会把它用在 涂抹在身上 比如说胳膊啊脖子啊 然后腿啊这样子的一些地方 然后因为它的容量也比较大 是100毫升的 所以呢 用起来你也会觉得 不会觉得心疼 就是反正多涂一点也没有关系 因为防晒嘛 就是涂抹的时候 千万不要省 你省的话 它防晒效果 其实说实话是达不到的 就是你要 至少你要涂得 让你感觉就是 整个都可以覆盖在你的皮肤上 能覆盖掉一层的话 这样子的防晒效果也会比较好 好 然后这一支呢 是我自己用的一支 然后我就用这个跟大家 来示范一下 然后它的瓶口是这种 尖头的 所以它的 就是你也不会害怕 就说一下挤得太多 它用量也是比较省的 好 然后它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有点就是 比较厚的乳液的这种 那种质地 那涂开大概是这样 然后你涂的时候就是 其实有非常明显的感觉 就是它非常水润 但是它又不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适合用在 脸上的一款防晒 因为它用起来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因为有一些防晒 就是它为了达到它的那个 就是不是很油的这个效果 所以它会做的 可能它里边放的这种 吸油脂的这种成分会比较多 那放在脸上的时候 可能我们用起来就会觉得 比较干 然后可能有的同学 他还会有这种洗皮的问题 因为之前有同学会给我这样的反馈 然后这一款的效果 非常好的 但是它基本上没有什么 特别强的润色的效果 主要还是防晒 然后所以呢 就是说我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就是说用在脸上的时候 可以先涂抹它之后呢 然后再加上一款比较 有点修饰肤色的一个隔离 然后你也不需要涂粉底液 因为粉底液比喘会比较厚嘛 然后再轻轻地扫上一层散粉 就OK了 然后涂在脸上的时候呢 就是很很普通的一个 就跟你涂抹乳液一样的方法就可以了 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就是你涂的顺序 因为防晒它是在所有的 护肤结束之后要第一个涂的 就是比如说你涂完了 那个乳液或者面霜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涂抹这款防晒 然后之后再去做你的彩妆的部分 比如说你的隔离啊 妆前乳啊 或者说你的粉底液散粉 你再去做这些部分 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顺序给搞错掉啊 再说一下这款防晒啊 然后我拿了两个是 其实是同款 然后它就是包装有点不一样 所以就是曼秀雷顿的这个产品 它有时候经常会换包装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我觉得不要太过看重这个包装 反正我们也要扔掉的 它里面东西其实都是一样 好然后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款SPS25的它比较大 然后因为它也是添加了这个独特的一种三重的这个配方 所以它就是也是它的防晒的时间会延迟的比较长 然后这个防晒值25呢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日常也是足够可以用的 然后它的开口也是这样的 好我们在我们用钱呢就是最好 因为它这款防晒比较稀 所以用钱最好是这样把它摇一摇 然后把它的里面的成分给摇一 这款相对于刚刚那款防晒就相对来讲 会稀一些 好看一下啊 它已经开始往下流了 好 那这款就是比较适合涂抹在身上 我觉得因为它的质地比较稀 它放在身上的时候呢 会比较好涂匀 因为身上的面积会比较大嘛 比如说你的胳膊啊腿 或者你的脖子啊什么面积比较大 所以呢 你需要可能更水一点的这样的防晒去涂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所以一般我都是搭配这两款 就是这一款是涂抹在我的脸上 然后这一款涂抹在我身上 好 它也是就是摸起来的质地呢 也是蛮不错的 就是它不会觉得油 这个我相信大家只要试过都应该能感觉得到 它也不会觉得有油腻的感觉 这两款呢 我刚刚说过一般我都是搭配实用的 然后这一款是主要是涂抹身上的 然后这一款呢 就是我涂脸比较多 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用的话 我也是建议大家这样子像我一样搭配 因为我有实际用过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是 我觉得是最好的 所以呢 建议大家这样搭配来用 因为它本身价格也不贵嘛 所以我觉得同时入两款其实也是 我觉得蛮划算的 然后这两款呢 它都是不添加这个色素 还有酒精 还有矿物油的 所以它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温和的 除非说你的皮肤就是特别敏感那一种 正常的皮肤用这两款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自己的皮肤有收也会偶尔也会敏感 但是我用的话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然后另外这两款呢 我觉得都不分男女 就是因为像我老公也用这一款 然后他也会涂抹在身上嘛 然后他也觉得还蛮舒服的 所以我觉得 不分男女都可以用 然后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 我觉得可以多囤一两支 好那因为 因为就是 新币的这一款水感防晒露呢 它在网络上的假货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 今天我专门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真假对比 然后大家选购的时候呢 可以参考一下 这样子我觉得 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 放心的正品 所以我也会专门做这样子一个真假对比 这一款呢 这一款呢 是我在那个 阿里某某上面买的一款 就是大概几块钱的一款假货 刚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它真的是仿得蛮像的 所以可能很多同学会产生 就是分辨不是真假 我觉得是完全正常的 因为毕竟大家不会像我们这样 就是每天接触这些化妆品 所以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拍这个视频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首先先对比一下 就是发现说 这边这一个假货的呢 它的瓶子的颜色是有点发黄的 然后正品的这一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瓶子是有点白白的 包括盖子也是 它这个盖子呢 就会让人感觉有一种很暗 很旧的感觉 然后这一款正品的呢 就会感觉是很新的感觉 你们可以对比看一下 这个盖子 还有瓶子的颜色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它这个卡板 我不知道这边反光 大家能不能看清 这一款的卡板 它是没有这种镭射光的感觉的 但是正品的这个 它是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种 像上面镀了一层激光的感觉 然后这一种就是正品的 但是呢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包装嘛 它是经常会变的 可能比如说像 像这个这个正品呢 我们家也是 比如说每批次到的不同的时候 它这个纸板上的印刷啊 或者是它这个塑料的 这个卡板的大小 可能都会略有一些不同 包括它下面的这个批号印刷 都略有不同 这个是完全正常的 所以我一般来讲的话 不太建议大家 就是只看包装 包装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 产品本身的 然后 这一瓶假货把它拆掉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然后这一瓶啊 这一瓶是我自己用的 一瓶正品的啊 还是看一下 很像对吧 然后 还是这一边的颜色比较暗啊 然后 这一边的颜色就是 看起来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亮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它的背面 背面呢 这个假货印的字迹 不是特别清晰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啊 然后这一款的字迹 虽然说 下面的曼秀雷顿公司出品 字很小 但是印得非常清楚 好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一下 它的 它的材 它的那个 本身的一个质地啊 可以看出 看质地就会发现 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 正品的质地是很稀的 像这种 很稀薄很稀薄的乳液的质地 但是你看 假的这一瓶 它就是有点像乳霜啊 我放在手上 它都不会 不会产生滑动 这个明显的质地不一样是 最容易分辨 它是真是假的一个方面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得 我刚刚讲过 包装 这种东西 它是可以变的 但是产品质地 它厂家绝对是不会随便去改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要记得 然后基本上也就能分辨出产品的一个真假了 好 那就这样 我想听到 点水 就这样 就这样 在这里 我刚才不会 做这一瓶的情况